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陈述事实呢 当然可能透过新闻的报道 可能透过一些图片影像 然后让学生先把整个事实 或事件过程阅读完以后 我们要做的引导的是说 第一个在这个新闻事件里面 你看到了什么 那么第二个 你觉得在这个事件里面 有哪些地方可能是 有哪些地方你觉得不应该发生的 那么再过来该思考的是说 对于不同意见或者是 这种不同主张的 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解决 为交易下一代努力 永续土地 落实体检 深化民主 为交易下一代努力 全家总 在哪 在哪 偶尽 有 或许 有 你 有